哈喽,大家好,今天又是我Debbie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隔离时候的饮食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呢,北京的酒店是不允许点任何的外卖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外卖的话,没团饿了嘛,就都不可以了 第二呢,就是如果你想在淘宝上面买一些零食的话 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那包括饮料啊,零食啊,食物啊,水果啊,都不可以 那么我就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些零食带过来 那么很多同学都会关心在隔离期间这个酒店提供的饭质量怎么样 其实我想说,饭的质量非常的好 那它每天在7点一刻,12点半,5点半准时提供三餐 那么每餐基本上就是两滚两素四个餐 另外还包括一碗汤和一个水果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饭菜的质量怎么样吧 游客这个是什么的? 那我们在这些鱼匙 bethóア verd吗? 那我们在7个月的下午在4个月 这下午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